美国啊这个有趣的事情太多了 李仲天的美国 这个帽子是今天美国最流行的一种款式 这种小礼帽 草帽 没有说草做的 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特别 但是忘了很多人都喜欢戴这个帽子 这种帽子实际上在美国60年代的时候非常的出名 比如说像这个歌星 他当时就戴这种帽子 还有这个 这家伙也是 我跟你讲啊 实际上这个美国啊 把所有的东西都把它平民化 包括这个帽子在内 你比如说像这个 本来好好的一个高帽 高帽就像这样子这个帽子 本来这个是一个非常高贵的东西 有身份 代表着一种阶层等等等等 那可不可以这样的人带来 比如说这个人 这个家伙是一个 这个1908到1912年的州长 这个平民出身 还有林肯总统 也是一样 你知道吗 农民 这个东西 英国人一看这个家伙 他妈的这个 怎么回事 在美国这个东西没有身份 没有身份 一点身份都没有 不过话讲 后来美国人觉得这个东西 管你身份不身份 这个东西我有钱 有钱能使帽子推磨 所以在你头上一戴就好看 我跟你讲啊 在美国的过去200多年来呢 把几乎所有的东西搞得都没有了等级 当然说很多东西都会变得很流行的 这个东西 比如说像这个上个世纪 20年代的时候 这个这个家伙 他这个打高尔夫球全世界第一 他戴的那个帽子 就变成了那个最风行一时的东西 这个家家户户户都有 这个每个人都想戴一点 不过这个流行是归流行的 但是你头上好不好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比如说像这顶帽子 这个美国人非常流行这个帽子 黑人歌星啊 把它弄得非常的非常的热 你还非得这样戴不可 你还不能把它搬下来 像不过在我头上的就非常难看 我呀 我认为我有两种帽子比较喜欢 比较适合我戴 一个就是这个海盗的帽子 你看这个不错啊 还可以啊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中国这个地主 这个地主我叫做什么 非常有意思 总的来讲呢 美国人很喜欢戴帽子 无论你长得好看还是不好看 要是你长得好看的话呢 这个帽子会给你更增加一点美 要是你长得不好看的话呢 就给你遮了一点丑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里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